这个东西我们说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去看一下什么样东西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已经跟大家去说过了 说咱们的这个Cellular的程序呢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跟你的框架程序 跟你的使用程序是独立开的 它本来就是两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就把它给单独的提出来 然后呢不跟框架使用同一段程序 我们来去看影像丁了 那咱们怎么去看这个地方呢 咱们我们把这个刚才咱们定义一部任务化 是不是给放到iHome当中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了 我在进行启动的时候 这个启动的路径 以及相对应的这个寻找任务的那个地方 得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最终我启动的这个路径 然后呢从这个路径最终找到一部任务的话 整个搜寻路径会作为任务的名字 所以哪怕我把它单独提出来 放到一个文件当中的时候呢 我也得保证这样的目录结构 跟谁呢 跟我在plus或者张国这边 他在去使用一部任务的时候 结构是基本类似的 这时候呢才能把你的任务名字 两边才能对应的上 所以也就意味说 那我们回过来 当我把谁呢 我的任务是定义在这个iHome里的task当中了 所以呢就整个把iHome这个文件夹呢 给它提出来 所以咱们把它去提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这样的工程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谁呢 把这个iHome的这个文件夹 我单独复制一份 然后呢放到最外层 我跟咱们的iHome Python 4 我们一直使用的这个目录呢 给你分开 所以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再把那个目录呢 给导过来 打开一下 咱们是放到哪呢 我是放到桌面当中 桌面这里面的一个Python 4当中的iHome 这是我刚才刚刚提出来的 我把它打开一下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上面这个iHome Python 4呢 是咱们的plus程序 而最底下这个iHome呢 是刚刚我提出来的 专门去定义这样的一幅任务的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发布任务的使用这一方呢 这个不大程序我们不去改 仅仅改单纯提出来的 然后我们说了 这里面呢 只要能够保证 我在启动的时候呢 这个Cellary的这样 那个正确的命令 能够正常运行 那就可以 所以呢也就意味着说 我现在呢回国出来 我去清理一下 底下这个任务的一般 然后呢 所有不需要的东西 我通通的全都清理掉 我们来看一下 在iHome当中 在iHome里面的这个tas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定义的任务 我们就只要来看一下 任务方式 依赖于哪些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启动文件 启动文件呢 这里面仅仅引入的 就是Cellary 以及iHome里面的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iHome里面的tas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convague 仅仅就依赖于它 所有的其他东西都不依赖 再看一下sms 这个里面定义的任务当中呢 它依赖于谁呢 依赖于lab里面 对应的云通讯 所以就是说 它依赖于这个labs里面的云通讯 它依赖于这个东西 那好了 除了这两个包之外 其他不用到的东西 我通通的全部删掉 比如说api1-0的 这个东西也不需要 然后呢 静态文件也不需要 再对应的utilities 它也不需要 然后呢 底下的常量模型类 然后这个vive试图 通通的都不需要 那我全部清掉 清掉之后呢 只保留它所依赖的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只剩下lab 跟tas两个地方了 然后呢 iHome当中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包存在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咱们还之前 还去定义过整个plus应用程序了 在一部任务当中的时候呢 它也不需要 所以呢 咱们就直接全部给它删掉 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之后呢 现在相当于iHome呢 是一个定义salary任务的 这么一目的结构 只保和了live live呢 这里面是发送短信的 发送短信呢 它不依赖于别的东西 它只依赖于云通信的两个块 所以它保留下来 然后呢 tas当中 对应的 这里面有一个man 然后呢 有一个conveig 还有一个定义任务的东西 它也仅仅依赖于 这个live的名义程序 其他的都不在依赖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咱们就给它单准了 单出来之后呢 我现在来去开启程序 还是相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的呢 这个plus 左边的这个plus程序呢 咱们给它删一下 然后呢 让它重新去启动一个salary的东西 它还是iHome Python04的上面的沟通目录 我们让它启动起来 让它启动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在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要去启动相对应的这样的义部任务了 那义部任务呢 已经不在iHomePython04了 我们往上走 往上走之后的话 你来看一下 这是plus 这里面是不是有iHome吗 这是它 所以呢 我就从这一级目录开始进行启动 所以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命令 salary-a 然后呢 iHome里面的 我们之前的一个命令 咱们看一下 salary-a iHome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目录里面的tas里面的man 作为它的对应的启动录 然后呢 -worker-l-info 然后呢 咱们来看看运行下 运行下之后 我们看一下那当前的任务的名字 是不是还是这东西啊 iHomePath 然后呢 只要跟左边保证一致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我回过回来 咱们再来去重新的发送一下 iHome 所以咱们回过来 再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 看右边的地方 是不是也争功的去收到了刚才那个任务呀 对吧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你完全是可以定义出来两份代码 两份代码之间呢 只要能够说 再去使用任务的时候 搜寻路径是相同的 那最终两方之间就能够沟通的起来 这是关于这样的 好 那这点说完了之后 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在这个seller这边不变的情况下 然后呢 咱们去改哪呢 我回过来去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是不是说过 说到一点就是说 在发布的任务这一方 然后呢 可以不用去定义这个任务的代码吧 因为只要说执行任务的worker那边 已经有了一份独立的完整的任务代码 就可以了 那发布任务的这一方呢 你只要把这个函数的名字定出来 就可以 所以看一下我回过来 回到iPhone Python 4里面 然后呢 我把这个对应的task 这是在发布任务方 它为了跟通通 里面也得包含这样的任务名字 那只不过是说 我回过来 把这个sms当中的task 然后里面的这任务在哪 看一下 我哪怕给它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 他们改一下task 这次在哪呢 是我改的iPhone 就是启动的plus当中的 plus里面的task 把它给你改掉了 给你改为task了 回过头来 来我们再让咱们的程序呢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呢 我在右边这个东西呢 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给它放到这张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回过头来 咱们看一下 再来重新发送一个 sx8f 然后呢 我们去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之后 回过头来 看一下 右边那边 是不是又说到任务了 所以这一点 大家是要清楚的 也就是说 它依赖的呢 并不是函数的代码体 而是依赖的函数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跟大家去澄清一下 实际上 它不仅仅依赖函数名字吧 为什么不仅仅依赖的函数名字 还依赖什么东西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delay的时候 往哪走 往delay的时候 是发现参数了 所以我们现在 再跟大家去澄清一下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名字 但是呢 仅仅依赖原字还不行 还得有参数 比如说 它最终依赖的是函数名字 以及参数了 而代码体来说 它就不是那么依赖了 所以这是官员这样一年头做 那么依赖的函数名字